身材火辣舞群 動感舞姿 醜熱氣氛 為即將登場的澎湖美食展暖場 也吸引了大批民眾鬼觀 澎湖最出名的絲瓜 干貝醬 還有一連串的在地美食大集合 進軍到台中一間百貨公司開賣 澎湖是一個比較乾燙的地方 所以我們的瓜果 種出來的都特別的甘甜 而且又清脆 那我們的海產呢 因為沒有污染 所以海產也是特別的甘甜 美味又Q又好吃 澎湖美食空運來台 消費者不用搭飛機搭船 就能品嚐到最道地的澎湖味 不過一年只有一次 業者為了搶商機 不計成本開放試吃 大刀一千 生黃果肉馬上現 顏色又不像台灣西瓜 澎湖人稱家寶瓜 全台灣僅澎湖栽培 業者特別帶進台中 讓消費者消暑一下 它的甜度不是很甜 大概八到九度 八到九度 一般的西瓜的話可能甜一點 但是因為我們澎湖的土壤比較鹼性 所以種出來的瓜比較甜一點 它有沙沙的感覺 全世界只有澎湖有 看起來紅通通的炒飯是家住澎湖最出名的新鎮長 米粒吃起來Q彈有酒勁 跟一般的炒飯風味大不同 這也是台灣本島吃不到的美味 冰淇淋它的甜度它是有外加的糖 那個做成飯的話沒有 它的米粒跟一般的炒飯不一樣 它是越嚼越香 越嚼越香 因為它就是胺基酸的包覆 包覆在米粒起來 所以它會越嚼越酸 琳瑯滿目的美食 擺滿整個會場 吸引大批民眾來採買 活動檔期只有十天 喜歡海島美食的消費者 可別錯過這難得的機會 水靈加化 台中採訪不到